哈喽 大家好 好久没有给大家录开箱视频了 这次我长了特别多的礼物 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都还没来得及用呢 我可期待了 第一个是这个 这个是戴森的 这个好像是新出的一个直发书 它就可以边吹头发 边可以把头发给搭的顺一点 我觉得一定非常好用 我非常喜欢 谢谢戴森 这个是 这个是海兰芝米的礼盒 这个是奇迹面霜 它的质地 比较适合干敏皮 适合在秋冬的时候 它的膏体 它的膏体就会比较厚重叶 应该是需要乳化使用 就是在手里搓搓搓然后再上脸 非常的保湿 这个是云红霜 它是比较适合 它这个就不需要乳化 看就是比较水润一点 就是比较清爽一点 不需要乳化这种 非常清爽 像冰淇淋一样的质地 这个云绒霜 比较适合在夏季 或者是没有那么干的时候用 这个是比较适合油皮 这就是比刚才 那个还要更清爽一点 我觉得现在 因为我最近还有什么换季吧 现在这个季节 我应该会比较适合这个奇迹面霜 因为有点干 然后我今天化妆有点起皮 我现在 我一会儿洗完脸 我就要用一下这个奇迹面霜 谢谢海岚之谜 我很喜欢 谢谢 然后这个超级漂亮的盒子 它超级傻 这是华伦天奴的礼盒 让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吧 哇 是一个气垫和两瓶香水 其实我也已经闻过了 它中间这一瓶是非常甜的味道 超级甜 一晚上 这个是 这个是我更喜欢一点的中性香 我进来 有一种海浪的味道 然后是这个气垫 这个气垫 这个气垫好漂亮啊 它是闪闪的 然后最近不给大家吃 我现在吃不得用 我要留着 好了下一个吧 这个是一个 它是像魔方一样 铁森袖的 它里面我也大概看了一眼 这个是 他们家非常有名的那个粉底刷 超级绵密的刷头 然后就是他们家非常经典的这个 小方瓶的粉底液 它里面好多 我刚看了 好多色号 应该是它有好几瓶 它有好多瓶的 都是这些小方瓶 应该是色号不一样 我知道它家的这个粉底液也非常好用 改天就用 这个是卡丝的 我超级喜欢卡丝 他们家有一个 给你们推荐一下 我的剧组爱用 因为每天做造型 我的头发会比平时更容易掉眼 然后它这个是生姜什么防脱精华 超级好用 我真的离不开它 我用了好多好多瓶了 然后这个护发素也非常好用 就挺适合我这种 有点发围会有点干的那种发质 非常好用这个 然后卡丝加的这个代丝系列 也是我用过好多好多瓶的 它用完之后 它是 它是什么效果 反正就是柔顺的 然后我用完之后头发真的 特别的滑柳 然后我本来就是软的 细软的发质 它洗完之后 我的头发摸起来就是很软 是真的很好用 谢谢卡丝 这个是毛哥平的礼盒 然后还单独送了我这个绿子浆 我真的超级喜欢用这个绿子浆的面膜 它还配这个刷子 它这个刷子也特别好用 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涂抹面膜 这个椅子浆 超级好用 用在脸上就是嫩嫩的 就洗完之后就感觉整个脸都很嫩 像窩了鸡蛋 然后这里面的礼盒 我来看一下 是他们家的眼影盘 哇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也非常的日常 就是比较大地色 然后有一点偏红色 也是我平常会用的色号 是两只口红 然后再加一个腮红 然后是这个小皮卡的礼盒 第一个是这个 他们家很出名的隔离 然后 诶 这个是 这个是他们家的粉底板 听说是关事两用的 这个是他们家的睡眠面膜 我最近特别喜欢用这种涂抹式的面膜 我觉得会比片状面膜更方便一点 而且这个睡眠面膜的话 其实可以涂完之后就睡觉 也不会耽误我的时间 当我休息的时间 好 谢谢三只卡 这个是 玛丽代加的 气垫 然后它有好几个色号 这个牌子 从我初中的时候我就知道它了 谢谢玛丽代加 这个是 CT他们家的礼盒 让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吧 这是一个 腮红盘 这是一支口红 这是一个 哦 这是他们家的柔椒粉底液 这是他们家的腮红 哇 这个名字叫热恋 你看 这有两个颜色 中间是偏粉一点 然后外面 外面它这个是有点闪的 但是 拍不出来 有点闪了 很漂亮 谢谢CT 这是两个超级大的香薰礼盒 噔噔噔 这是香薰石吧 这是可以 用这个 就等于是一包 水净石 噔噔噔噔噔 摔下来吧 哇 我超级喜欢家里放这些 酸酸的东西 滴上去 然后它就会酷香 我会滴很多 我喜欢 巨香巨香的味道 在家里 到处我都摆满了个猪香薰啊 什么的 嗯 好问题 看一下 看 超级重 比刚刚更大的一个缸 哇塞 好大一盒 啊 也是摆进去吗 那也是摆进去吗 好香啊 是谁 自然发准备力 好香啊 这个 哎 你看吧 绝对是有香薰蜡烛的 绝对是我闻到了好香的味道 嗯 它几箱 它都是那种 应该是酷香石吧 就这种小石头 好像是从外形求来的这些石头 道理吧 是全道理的吗 然后我要拿这个大盆 我去研究一下到底是不是怎么放的 万一我放错了就感觉很丢人 都研究一下 完全摆在家里 超级香 我吃一个不超级的露皮 看到一个露皮的玩偶 绑住了 它的腿被绑住了 先不拿出来 这是一个露皮的玩偶 然后这个好像是 哦 定妆攀墓 这个 也是定妆攀墓 这是水光亮面 这是露面 这是柔焦露面 也是 定妆攀墓 好多好可爱的露皮啊 这个抽屉里是 超级可爱 这是露皮的一个粉铺 然后 这是它的定妆散粉 你看露皮的发夹 嘿嘿嘿嘿 看不见耶 好啦我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啦 收到了很多喜欢的品牌礼物 然后谢谢各位品牌 谢谢 我很喜欢 好了 下次如果再收到什么礼物的话 再给你弄吧 拜拜